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合also 南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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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我们这个专题是 唐宋天台学专题研究 所以就是姑且啊 我认为大家就是已经 原本的天台学底子已经打好了 但是我发现 还是有一些必须加以说明的地方 就还是在基本的观念上 天台学的基本观念 就是基本名词解释 那这些基本的天台学的名词呢 其实是本诸于其他的经论 而综合而成 但是到了天台中里面 乃至 智者大师天台学 和赞兰大师天台学 大同而小异 在赞兰大师天台学这部分 赞兰大师也有所开展 也有所开展 那怎么说呢 比如说 像是一念三千的教育 像是无情有幸的教育 我们等一下会给诸位说明 所以整个 从天台中 开创以来 他的思想也不是全然一成不变 不是全然一成不变 像在惠文禅师那时候 的思想并不明显 直到惠思禅师 他慢慢开展出来 然后智者大师 极其大成 这是天台中的第一个高峰 但是此时 天台中尚未成终 我们说过一个宗派 的成立 他都是先由学派开始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跟随一位大师学习经论 然后这位大师呢 对于经论有特殊的诠释方式 特殊的讲述方式 乃至于 本诸于经论 而开创出来的 修行方式 好 这一群人跟随着 大师学习 这里的大师就指智者大师 然后都是在 天台山国庆寺 以他为 中心基地 经过一代人两代人以后 大家就说 有一群人在天台山 国庆寺这里学习佛法 这一群人我们就称之为 他们是天台中人 但是其实啊 中国佛教的中派意识 并不明显 可以说是 学派的成分居多 学派的成分居多 那么这样的情况 直到唐朝 才逐渐的被打破 唐朝 各个学派 学说分立而并起 好 刚刚说到 天台中的形成 中派的成立 在天台中的第一个学说 和修行的高峰 就是在智者大师 第二个修行和学说的高峰 是在于 湛兰大师 他是唐朝人 我们前天有跟周围说过 湛兰大师是唐朝 开元 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生的人 他一直到唐宿宗 这时候才原籍 所以他历经了安史之乱 历经了安史之乱 那在湛兰大师 他树立了天台中的第二个高峰 那第三个高峰是在什么地方呢 宋朝开国的初年 宋太宗 大概到宋真宗 这个年代 这是天台中的第三段 黄金时期 宋代天台学 不过呢 在两岸三地的研究者 大概专心研究天台 学天台中学问的 的这学者专家或是僧侣 这个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三个分界 甚至他们学说大同而有小异 好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传承天台中教学 或者是修行 或者是思想的修行者或是学者专家 那就是 务必对智者大师天台学 赞兰大师和宋代支礼大师等 三家三外派的论争 这三起的天台学 要相当经熟才能说是一个天台中的学者 专家或是传承人 好 那至于宋代之后 南宋的天台学是如何呢 乃至到什么 明朝 元代天台学又是如何呢 这个时期大概都是衰落时期 连守城都有点困难 所以天台中的衰落 从南宋 以后 一直到中华民国 才由地贤大师 重新立 佛法 佛学研究社在关中讲寺 宝敬大师祭之 宝敬大师祭之之后呢 传法 显明长老 那显明长老 随队军队入到台湾 然后台湾各个佛学院开始 开始这个新办 显明长老四处讲说天台教学 天台学 这是在台湾天台学的这个一支 另外一支是由 宾宗法师 然后传给惠岳长老 这两支天台学天台教学的病例 这两支天台教学病例 那在这个时期 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所以一概的佛教道教思想文化制度连根拔起 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结束 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 各个中派 在文革结束以后才逐渐复苏 但是由于被侵害的太彻底太久 所以呢 复苏的迹象 声援的培训培植 有成长速度 不落以往啊 相当缓慢 研究者也失去了传承 失承 所以说 大部分都是自己看书 暗图所记 这样也不是不好啊 好 这个是说到天台中的忠实 那我们刚刚说了 天台中学分三部分 一个智者大师时期 一个赞兰大师时期 一个资理大师 三家三外派论证的时期 那在赞兰大师这个时期 又跟智者大师时期的学说 有什么不同呢 应该是这样说 赞兰大师站在智者大师 学说的基础上 站在这个基础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为了要对抗当时兴起的各个宗派 这个在上周 我们有给主委说过 兴起的哪些宗派呢 像是维世法相中 像是华言宗 像是三论宗 像是什么 绿宗还有禅宗 还有贞兰宗 等等各个宗派 剧烈的竞争 另外 异军突起的一支独秀 是什么 赞兰大师的净土法门 在这么多宗环绕之下 从圣唐时期 应该是说从 这个 初唐时期 唐太宗 乃至武则天 乃至唐宗宗 这时期的佛教 一直到 圣唐时期的 这个 唐玄宗时期的佛教 那赞兰大师面对这么多 兴起的宗派意识 和学术和修行 那他怎么样 这就好像 千锋禁秀 还有 孤风突起 怎么样凸显天台中的特色呢 怎么样从这么多的宗派意识 学术当中 正兴天台中 那就要对他赋予新的 诠释 新的讲说 却又不违背古意 这就是在兰大师 中心的 思想契机和目的 比如说像一念三千 像一念三千呢 是智者大师的重要教义 大家请看投影机上的这个讲义 那他是由哪些经论综合而成呢 是由华言经的实法界 请注意是华言经的实法界 法华经的实如是 和大制度论的三世间 甚至中论 缘起无自信 空性的理论 还有对于我们修行 心念 的升旗 这些全部综合 所以才有 一念三千 思想 的出现 那这是本著于什么 修习止观 来说 所以在 一念三千 思想的提出 是在 智者大师的 磨合止观之中 磨合止观之中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什么是一念三千 一念三千 也就是说 无人 一念 戒耳一念 因旺心 因四心的这一念 戒耳就是 忽然而起 翠耳 非常的微小 束呼而过 所以称之为戒耳 但是这一念心的生情呢 是由于我们的 因四心 忘心 烦恼心 所以日常生活的一念心 这修行入手处 要从这个开始 那 有人反驳 戒耳 一念 也有可能是 真心啊 或是呢 符合实相 符合空性 那我们这边是这样子 提出回应 面对广大的众生 在三界六道之中 我们把它分为十法界 毕竟圣人的四圣法界啊 佛菩萨声闻圆绝 属于少数中的少数 即便 有学位圣人 也要出国 虚头还啊 必须得法眼镜是见到位啊 那这样是相当稀少 但是广大的众生呢 人天阿修罗 地狱恶鬼出生 尤其以人道为主 的学习修行佛法 烦恼众生 却占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 所以修行要从这个 借而一念的因事心 妄想心 烦恼心入手 再来你才分析 这一念烦恼心 妄想心 究竟 是什么样的烦恼 究竟它是由哪一种烦恼构成 例如 喜欢打麻将 或是喜欢 赌博的人 他就会有这样的思想 有这样的行为 欢喜去 打麻将 欢喜去赌博 请问 这样子打麻将和赌博的 这种行为 心态 思想 是根源于 哪些烦恼呢 我们这样分析哈 打麻将就是要有输有赢 大家都希望要赢 那你说 想要赢 那就是 运用这样的手法 去得到金钱财务 但是换另外一个思维 既然要赢 既然要赢金钱财务 为什么不正正当当的去上班 多 多去打工 多去服劳役 而换取正当正式正确的金钱呢 那为什么要透过赌博呢 所以说赌博的行为 思想 就是含有贪烦恼在里头 有贪烦恼的发动 然后有什么 烦恼新锁的出现 所以要对峙的贪烦恼 我们是说有赌博的心态心情 或是行为 这样来分析 对峙贪烦恼 休息什么 不尽管 然后就 你对于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行为 就可以见次了 这是分析的态度和方法 这叫 稀空观 或是用分析的方式 来调伏烦恼 那这跟一念三千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讲的是 借而 因四心 忘心烦恼心 这一念 好 这一念心呢 虽然当体是中道实相 因为一切空性诸法无自信 它都是诸法实相 但是这诸法实相 包含了什么 一切诸法 三千诸法 三千只是概括性的一个名词 一切诸法 那它怎么形成 它就是由华严经讲的实法界 刚刚我给诸位介绍过了 就是 四圣六凡 实法界 界是有界限 有分别种类的意思 十种不同层次 不同时空 不同界限的众生 充设着我们这个宇宙 视为四方上下 所以这是 实法界 华严 中的实法界是这样说 但是呢 它认为这实法界的形成 都是由一星所造 这个就牵涉到天台和华严的 基本思想的不同 华严 中人或是华严经认为这是 一星所造 三界 实法界都是一星所造 也就是由心而生出 实法界 但是天台中呢 认为这个 跟诸法实相呢 是说对了部分而已啊 这个凡夫众生 虽然 由自己 一念音音 世心 妄想心 烦恼心 而也有可能是 真如心 或是清净心 而构成了 实法界 这就有一点跳得太快啊 这一念心 或有清净 或有染污 但染污的多 清净的少 那你这一念心 有可能 是在 佛 菩萨 神闻 圆觉 对 你的心落在 那样的境界 也有可能你的心 落在的是 人天阿修罗 地狱恶鬼出生 但是你的心呢 究竟落在哪里 看平常自己的福德因缘和修持 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 大概你的心都还都落于修罗 或者是三恶道 或者是三恶道 这是一念心 具足十法界 好 这是由心组成 但是呢 无人心之外的世界 你不能否认 确实有着 十种不同类型 不同时空 的众生存在 这个就是天台跟华言啊 思想 观念的差距的不同 因为要这样说才能说 符合 这是 完全包含的 原教思想 而不能单只从啊 心来出发 不能单只从心来出发 所以这就是 赞兰大师所说的 这叫色 辛伯尔 好 智者大师的一念三千 是从修道 修道的这一点来出发 所以说新 一念心具足十法界 他都是诸法十项 这诸法十项 出自于法华经 诸法十项呢 其实无可言说 但是为了方便度化众生 所以说有 实如是 十种诸法十项 使令你认识 的方向 使令你切入 诸法十项的 这个什么 路径 就称之为 实如是 他就如是向如是姓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应运 如是国 一直到如是本末就尽等 称为实如是 那就根据大制度论 说我们这个世间分成三种 众生世间 国土世间 和气世间 什么是 众生世间 什么是国土世间 什么是气世间 给诸位说明 三世间 众生世间 五因世间 国土世间 三种 五因世间 说 这个世间的 所有一切 众元 所生的 一切 生命 有情 他色受想形式 各个 的五运 各个有差别 因为有其差别法 所以构成了 这样的五运世间 这先由众生个别的五运 然后呢 集合而成 由个别 即向团体 就是由五运 五因世间 到众生世间 五运所成之 假明众生 各个差别 但是 聚合而成 然后呢 这些众生再聚合而有 所一的住处 有所不同 国土有所不同 地域有所不同 这个地域是指 地上的地 领域的域 地域有所不同 所以说有三种世间 OK 这是根据 大致度论 根据华言经探旋记 就是说 有气世间 有情所依的 世界 众生世间 其余一切众生 还有呢 智政觉世间 等等 好那我们现在 所依的是依这个 大致度论 好 这样的三种世间 所以呢华言 华言经的始法界 法华经的时卢士和大致度论三世间 相成的结果 于是 构成了 这借而一念心 巨族 三千 信相 所以是称之为一念三千 然后这一念心呢 不只是心内 心内的一念心 心外的什么 各个世间 三合大地 一切事间 也是具足三千 诸法 心内的这一念 借而一念心 也是具足三千诸法 所以心内 跟心外 的三千事间 无差别 这是战兰大师的 著名 的这个 理论叫做 十博尔门 第1个 色心博尔门 把这色心博尔门 研究清楚了 其余 其余九个 不二门 就能 可以啊 顺序了解 好但是在 智者大师的 一念三千 的思想呢 他是 贯注在 修行止观上 贯注在修行止观上 而 赞兰大师 在这个基础上 更加发挥 更加发挥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色心博尔门 大家 听到这里就知道 赞兰大师和 智者大师 对于一念三千 全市的 大同与小异 啊 是这样来说明 那我们底下看 十法界 刚刚有讲过 六凡 四圣法界 这是第 第一重 再来还有 十戒 互聚的问题 十戒互聚 也就是 简单的来说明 这也是 一念三千 兴趣思想而来 在四圣法界 的佛 这里的地方 佛可以方便度化 九法界内的一切众生 当然 佛与佛之间 佛心 佛行 和所证的 佛果位 无差别 所以呢 两尊佛之间 佛与佛 都能够互通互知 但是佛呢 也能够 俱全 一切众生 什么叫俱全 一切众生 佛为了方便度化 九法界内的众生 他可以呢 神通变化 无量自在 神通变化 无量自在 他可以去 地狱到度众生 也可以在菩萨界度众生 度菩萨 佛可以这样化现 这是以佛境界来说 那菩萨呢 亦复如是 菩萨有神通道力 也可以呢 变现佛身 来度化众生 自不代言 菩萨也可以到地狱到 去度众生 最有名的到地狱到度众生的菩萨是哪一尊菩萨呢 就是 地藏菩萨 好 那么地狱到的众生 你说他要去度佛吗 不是这个意思 地狱到的众生 他只受苦 没有办法修行 但是 他未来能不能成佛 有没有成佛的因缘 有没有成佛的可能性 或是成佛的心呢 或是他有没有那么一丝的善念 有啊 那他为什么会堕入地狱岛 因为他在过去是 恶业的成熟 或是自己所造的恶业蒙蔽住 他的善心 那这样的业 恶业 强大 所以呢在他离命中的时候啊 这样子强大的恶业引导 他向地狱道 而去所以他在地狱道里 受苦 但是并不废于 他未来能不能成佛 不废 所以他也是有一丝善念 所以这叫诸佛 不断信恶 惨提 不断信善 修 诸佛 断修恶 不断信恶 诸佛啊 诸菩萨 不会再造恶 修是造作的意思 惨提一切众生就是这个 断绝善根的人他有没有一丝善念 未来能不能成佛 即使在地狱道恶鬼道 畜生道修罗道的众生未来能不能成佛 有啊 那你说他已经是一惨提人了 断绝善根了 一时一毫善根都没有了 那怎么成佛呢 哦不要忘记了他可以 熏息而成啊 你说能不能找到完全断绝 一切善根的众生 按照为事的熏息 种子 熏息理论 几乎是没有啊 即便他没有善根种子 但是透过熏息 还是能成 只是未来他成佛 的时间呢 会拖很长就是 所以这里 才这样来说明 十戒户具 这样就成就了百法戒哦 看到这个讲义上啊 百法戒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诸法十相 所以成语 十如是 所以称为百戒千如 然后诸法十相 一切众生充涉于三世间 所以这是一念心 撇耳一念心 聚足三千诸法 所以称之为三一念三千 那这是由修行上 观察这一念心 观察外界的三和大地 一念三千 那么 赞兰大师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了 像 这本书里面讲 这本书里面讲 像这里 只观大义中 赞兰大师认为 只有在观心中采用元顿观法 如是观时明观心性 随缘不变故为信 不变随缘故为信 这是起信论的语句 以元顿观心则 一一心中一切心 一一成中一切成 一一心中一切成 一一成中一切心 一一成中一切差 一切差成义复然 诸法诸成诸差生 其体宛然无知性 这个我们在 前天讲过 无信 本来随物变 所以说赞兰大师讲的这个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随缘不变明信 不变随缘违心 他是就什么 无自信 空信 具足一切万法 来说的 所以说无信本来随物变 所以相入 四横分 故我身心 差成片 诸佛众生 亦复然 一一身土 体恒同 何妨 心佛众生意 亦故 分于 染尽缘 缘体本空 空不二 在 子官大义里面 湛南大师很明显的 他所谓的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啊 他是在空性的立场上来讲啊 所以由这样子才能来说 色心不恶 虽然他用的是 大圣起信论的语句 但是跟华言中的诠释和起信论本身思想是不相 不相合的 那湛南大师用的这种空信思想那来自于什么 中论 来自于中论 所以子官大义 这个如果你 中论 大制度论 十二门论百论有研究清楚的话 你再来看湛南大师的子官大义会发现 喔他原来是站在这个基础上 来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 那但是站在那有人就会有问那华言中是 什么基础上讲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站在一念心是如癌障 这一念心众生本具 这个就有不同啦 这个就不同 这就是湛南大师和华言中的差别 湛南大师站在的是空性上 华言中讲的是一念心众生新奇是如癌障新 众生本具 这就是思想的差别 这思想的差别就是来自于修行的差别 好 所以湛南大师强调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色心不二 这样正观心性的方式是在于空性上 但是这个空啊 却又跟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或者是 中观学派的空又有一些违想 违系的差别 为什么 虽然他用空但是还是回到法华经的 实相理论上面 实相理论上面 这就是啊湛南大师和 智者大师的 对于一念三千诠释的小义 小义 这个这样子的意思 OK 那么 我们再往下讲 这 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一念三千之说 所以他这里是说 智者大师的 兴趣十相论 指出了 即是而真 无非十相 一色一香 莫非中道 当体圆融 实相境界 这是智者大师 的思想主要在磨合子观中提出的 法华学义也有类似的思想 但是湛南大师呢 所以说 智者大师一念三千思想 就是 对于 与有情众生 这一念心来提出 而 知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智者大师说的 湛南大师 是站在这个基础上 加以发挥 湛南大师很重视 一念三千 但是湛南大师为什么要 重新对一念三千的 解释呢 刚刚前面有说明 面对那么多宗派 他必须 将 旧有的天台思想和教学 重新 给予新的定位和诠释 和发挥 新的定位 新的定位 诠释和发挥 由一念三千 再来谈到 信聚思想 信聚善 或信聚恶 再由 这里 再开展出什么 无情有幸 那怎么讲无情有幸 他为什么由一念三千 讲到 这个 信聚 思想 再讲到 这个 无情有幸的 他这个转折是这样 刚刚一念三千我们说过 所以诸佛 不断信恶 断 修恶 也就是说诸佛菩萨 的信 之种 俱恶法 但是不会再造作 让他随缘变现 由恶法 恶种子随缘变现的恶行 那会不会有恶心呢 不会 不会有恶心 那他 巨族的恶行 变现出来的恶行 造作的恶行 是为了方便度化众生 所以这叫信聚恶 那么一切 其他众生的像在六凡法界 都有 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这叫信聚善 好了 那这个信 聚足一切 那这个信到底是什么信 诸法实相 诸法实信 空信 他能够互相融合 和聚足一切 这是天台 佛学 与其是说天台佛学是这样的 不如说中国佛学是这样的 就有融合 圆融的观念 好 既然如此又怎么从信聚思想 讲到 什么 那么 讲到 无情有性 好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 产提不断信善 连断绝善根的 众生 经过薰习 他也能够 成就善根 未来不废语成佛的可能 但是这是针对有情众生啊 或是三恶道或者是六凡法界的众生 那六凡法界众生 不止人道 畜生道也包含了 连微小的 蚂蚁 或是金龟子 推粪丛 都具足佛性 但是这些都是有情众生啊 那无情众生怎么讲呢 什么是无情众生 没有情众生 没有情众生 那我们这边讲无情 那我们说一下 说是 一个人无悔无白色 无情无意 不是这个意思哈 这个无情 是什么意思 无情众生 请看 没有情众活动的 矿物 就是 瓦石类喔 矿物喔 植物喔 还有呢 山河大地 像水流啊 或是池塘啊 那由水构成 那元素是水啊 江河 大地草木 都是无情 但问题来了 他说无情也能成佛 无情有佛性 那这怎么讲 这是 怎么转折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理论 突破性的理论 这在战兰大师这叫无情有性 无情有性 这是战兰大师一个非常开创性突破性的讲法 但是他怎么过渡 怎么讲 无情就没有情事啊 他没有情事 他没有根啊 他没有根 也 就没有浮沉根也没有生意根 那怎么会 怎么能根层相处产生事 就没有办法 这些 矿物植物 瓦石草木 三河大地 他没有办法成佛啊 但是为什么 战兰大师用 说无情有性 那请看 这里啊 那战兰大师的无情有性思想探寻 还好以前做的投影片 现在把它 放大来啊 字有点小 好 好 战兰大师提出的无情有性理论 有其 时空背景 因缘性 而且 而且不是 战兰大师的独创 是建筑在许多 前导性思想的基础上 而发展出来 无情有性 无情有性的最简单的意思 就是什么 草木瓦力等无情物也有佛性 也就是草木可以成佛 那么 那么 小圣 佛法 没有无情有性 草木成佛的这种说法 那这种说法 是在于战兰大师的什么思想里面呢 什么书里面 金刚痞 金刚痞 是什么 意思 他就说这金刚痞 人本是治疗啊 你眼睛上面有这个 尘埃污垢 或是这个 演义病 他就刮除你这个 眼球或是眼皮上的污垢 然后这个就称为 金刚痞 但是金刚痞 战兰大师用他来 做他学说的 专书 专门宣扬 无情有性写成的著作 例如说 金刚痞中虚拟一个野克 这野克到底是谁呢 学术界没定论 我们只能说 某些违心论者 某些违心论者 那什么叫某些违心论者 也就是说 其实这里讲的就是华言和禅宗的批评他们 还有维世 维世宗派 在战兰大师的思想里头 有对 旧有的天台中 加以发挥 也有对他其他宗派的批评 那这些违心论 那这些违心论 其实他其实针对的 战兰大师抨击的对象大概是 华言 禅宗 为氏 那我们这边就说什么 主观违心论 客观违心论 那这个就 不用多做说明 把他念过去就可以 主观违心论的意思是说 把个人的某种 主观精神 如感觉经验心灵意识观念意志 看作世界上 一切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和基础 这就是什么 一切违心造啊 这是讲华言吗 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则是由这些主观精神所产生的 就像 心急事理啊 宋明儒学 宋明儒学的这个 路亡心学就是这个意思啊 在底下 客观违心论说的是什么呢 将某种客观的精神 理念 绝对精神天理 说是世界的本源 也就是说心之外的 理念 绝对精神天理说是世界的本源 例如 现实世界 现实的物质世界都是出自于客观精神潮 像是 南宋的 宋明儒学大家 朱熹 他提出的 理在事先 这个理就是什么 天理啊 天地万物之根等等这些 不管是主观的客观的维心论都是金刚匹要破斥的对象 好金刚匹要破斥对象就谈到无情有性问题就必须 面对中国佛教中佛性论的问题 佛性就是 成佛之可能 或是每个人都有 本来具备 纯然无然的佛性种子 或是由后天熏息生成 的这种佛性种子 好什么是佛性 又称之为如来性觉性 就是 成佛之可能 因性种子 佛之菩提本来性 有情呢 指的是人类 诸天恶鬼畜生 阿修罗等 有情式的生物 依照这个草木金石三合大地 为无情 但是一切众生 众缘合合而生的一切 包含有情无情 包含了有情无情 那有些人 专注于众生 只在于有情 为什么 只有他有情是能够什么 成佛啊 能够修行啊 能够呢 为善去恶啊 那无情众生没有办法 对吧 有人是这样认为 所以才会说有这个 人间佛教的意涵 人间佛教的思想出现 那这当然无可厚非啊 这当然无可厚非啊 这是站在人的 基础上 站在人的 这个 本位上来说的 但是就战兰大师无情有性呢 这是被抨击的目标和对象 所以 战兰大师讲的无情有性呢 不只是有情众生有佛性 连无情众生 这个啊 都有佛性 所以一切众因缘所生的人事物一切 有情无情都有佛性 好 战兰大师会有这样思想的行程 那大家请看 这个 同影片啊 第一 为了抨击 华言中的无情无性的学说 因为华言中 倡导一切众生有佛性 只针对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他说没有佛性 再来根据 大宝基经 大涅槃经 大圣起信论的思想 就战兰大师了 根据着这三部 思想 加以引入天台学 那根据我们的学习和了解啊 华言 闲守华言中 与天台对于佛性上的意义 有不同 不同在哪呢 不同在哪里 战兰大师所主张的佛性意啊 尤其根据了 大涅槃经所谓的三因佛性全部具足 三因佛性呢 是正因佛性 了因佛性和 原因佛性 正就是正确的正 因果的因 了因呢 那就是这个 好像 结束了这个这个了的意思 了这个字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呢 就是因缘的缘 缘起的缘 这个原因佛性 而且 但是 你说啦 即使是讲三因佛性 那么无情众生到底是 居于哪一个佛性上呢 啊就是居于 正因佛性 正因佛性呢 诸法皆空都是什么 实相 诸法实相 这是正因啊 正因佛性 所以呢 占然大师所主张的这佛性意啊 乃至这个 无情众生能够成佛啊 在于这个正因佛性 然后呢 再来 占然大师又运用了 天台原教的思想 三因佛性相极的概念 那你有正因佛性 正因佛性就可以跟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差别啊 这个是一种 非常巧妙的 运用 但是实际上呢 就逻辑上来说 他就是有这个矛盾性 但是却能够呢 相互融合 这个大哲学家蒙中山先生这叫鬼诀的相极啊 我念下去啊 所以赞兰大师所主张的佛性 在于 大涅槃经里面讲的正因佛性 所以这个 有这个正因佛性 所成的佛是什么 法佛 法佛是指什么 法身佛 那什么又是法身佛呢 佛所说的正法 佛所证得的无漏法 法性之体称为法佛 那在小圣佛教 有五分法身啊 借定慧卸脱卸脱之鉴 而在大圣之中呢 大圣佛教这个法佛 就是诸法实相法性 就可以跟涅槃经中的三因佛性啊 套在一起 那三因佛性呢 是法佛性 骗于啊 正因佛性 讲错 涅槃经中三因佛性中的正因佛性 是客观的主体 是法佛性 这个正因佛性啊 诸法实相空性啊 五分法身等等等等包含在 以上所说的啊都可以普遍于 草木瓦石 这个由这个来说一切众生有佛性 诸法实相遍布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当中 这只是有一点诡辩 那运用经论 那的加经论思想 那加以组织完成啊 这是一切众生有佛性 再来 赞兰大师综合了 几 几部经论得出无情有性的主张 那我们现在解释什么是 涅槃经中的三因佛性 第一正因佛性 正是中正 此 中呢 离一切边界邪非的 中正真如 所以叫 正因佛性 这中正真如 非常 非无常 就好比 这个金子藏在土里面 没有被开发出来 但是呢 这个土啊 或是这个石头啊 的确 里面具备真金 正因佛性也是一样 遍及一切有情无情 但是还没开发出来 所以这是 非常 不显现妙得 又确实存在其中 所以是非无常 至于说底下什么 双造三地 双则 三地 这个就先不说了 就说三地可以具足就是了 这是正因佛性 第二 了因佛性 大家看投影片啊 了因的了 是造了之意 就 能够 造了 真如中正之理的智慧 所以称为了因佛性 譬如 有人 善知 金藏 就是金子藏在土里啊 藏在石头里啊 这是一个批语 他说能以智慧观察金藏 而这智慧 坚固不可破坏 而这了因佛性也是一样 以觉智来观照佛性 非常非无常之体 智与理相应 正确无谬 不可破坏 这是了因佛性 在底下 原因佛性 原 是原柱之意 请大家看这个投影片啊 原是原柱之意 资助智慧 资助智慧 开发 正因佛性中的 一切功德善根 所以叫做原因佛性 譬如 云除基草 绝出金藏 金藏的全部作用 就能显现 这原因佛性也是一样 一切非常非无常的功德善根 通过 通过觉智的 资助 开发而显现中正的 信德 圆满果觉大用 这个是 三因佛性 好 三因佛性 我们说是三个 但是呢 他一级三三级一 那怎么说是一三相级呢 除了运用天台圆教的 相级理论 还有呢 大涅槃经里面也有 正因之中 有原因 原因之中呢 按照这个来说好了 他说根据大涅槃经 善男子 因有二种 一者正因 二者原因 正因者 如鲁生若 原因者 如 料 暖等 从鲁生故 故 故言 鲁中 有若性 点点点点点 世尊 如佛所说有恶因者 正因 原因 众生佛性 为是何因 善男子 众生佛性 有两种因 一者正因 恶者原因 正因者 为诸众生 原因者 六婆罗蜜 所以这个由这个引文 我们得到 我们把他整理整理 得到了结论 生因和了因 就是能生和所生 正因和原因 正因之中 包含能生 所生 也就是说 正因佛性中啊 包含了什么 生因和了因 所以正因之中包含能生和所生 而原因佛性呢 是包含于正因中的助缘 所以由这里来讲 大涅槃经中的三因佛性 也能互相相及啊 所以在底下看这里 正因之中 可包含生因 了因 原因 以底下图解来说 正因包含了 了因 原因 声音 声音是什么 能生 就是卤啊 其中含有弱性 那这个弱性怎么样让他变成弱呢 要有助缘 料暖 就是什么 要有热 要把他水蒸去 还有呢 让他 产生 辱落的种种 条件 这是原因佛性啊 最后呢了因产生弱 所以这个是 以上的经文推论啊 可以成立 三因佛性互聚的理论 也就是说三因佛性是相及 互聚的 所以从大涅槃经的引文论就 可以成立无情有性的学说 以上 只是介绍无情有性的学说 但是 无情有性学说的 运用 怎么运用呢 啊 赞兰大师 就开始说明 这以上都是出自金刚笔啊 赞兰大师成立无情有性的说 的学说主要批判对象可能是像 成官 华盐中的四族啊 批判成官 在华盐经大书操里面 他说 那成官 大师是不同意啊 无情有性 他说 如果无情 也能成佛 这个是邪说啊 邪见 他说非为无情 亦有决心 同 有情能成佛 也就是说他否定无情 有佛性 草木可成佛 成官大师不同意 他说如果 可以成佛 此成则能修阴 此成则能修阴 无情 变有情 有情变无情 他说这是邪见 但是诸法实相呢 骗于有情无情 不论有情 无情众生 都是空性 一切皆空 这是一个很妙的 理论啊 再来 成官大师还根据 涅槃经 说有 墙壁瓦利非佛性之文 其大制度论中 以 非情述中 为法性 有情述中为佛性 之说 明知非情 非有决性 也就是说呢 无情众生 根本就没有决性啦 不能成佛啊 也就是说 无情成佛呢 只能说 只有性向相容来说 也就是说说 理上来说啦 事实上 无情众生能不能成佛 不能 只有有情众生可以 但是 湛南大师 批评了 成官大师说你这样就 不圆融啊 不是圆教 你这只是别教啊 这个你看喔 古人这个思想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 古人的思想非常的 细密缜密 他由经论上的组织 抽丝剥茧 将里面的这个意理呈现 不同的经论 呈现不同的意理 呈现不同的思想 来反驳其他宗派 这里面还有包含修行的意味在里面 那我们有人说 这个无情众生到底能不能成佛 有一些 喜欢讲神奇鬼怪故事小说的人 就是东北 在中国东北啊 很多的精灵啊 或是我们那个在台湾的乡野也有拜很多 树神啊 石头公啊 等等这些 在中国东北呢 也有这样子的 草木崇拜 有像神木 上千年了 两千年了 那究竟这个木头 那这个植物 有没有 佛性呢 有的人说是精灵附着于 无情之物之上 所以他才 成为什么 是人被崇拜的对象 然后他能够显现各种神通 所以说精灵 也 精灵就是有情物嘛 他只是附着于 无情物中 所以 根本能成佛的还是精灵啊 不是草木啊 但是呢根据经论的组织终合 你这样就偏一边 不圆融 所以这个是很妙的事情啊 那像是 湛兰大师的无情有性理论 可能啊他的思想先导在于三论中的 极杖 中道是佛性这样啊 所以极杖的主张呢 他说什么 众生 既具佛性 草木 也必具佛性 佛性不限于众生 独占 这里可能 极杖的讲法 这个众生的讲法他还是在有情上 有情众的 但是呢 佛性不限于众生独占 这里的佛性他把它广泛的解释 大概是跟诸法实相空性等同 他说应急于草木 其根据一正不二的思想而来 所以湛兰大师之前提出的 这个 无情有性 三论中 极杖 就提出了 但是那时候 并不兴盛 而且三论中 极杖大师他还是依着中官学派的路数 说这些是什么空性 这样来说的 他是这样在大圣玄论里面有说啊 第一议空 名为佛性 不见空与不空 不见智与不智 无常无断是中道 这是中道佛性 在大圣玄论里面又有说 佛性 大圣玄论里面 涅槃经讲 佛性真如 法性实际 并是 就是同时啊 并列在一起 都是佛性的义名 都是佛性 的义名 所以说 大圣随缘善巧 与诸经中 说明不同 也就是说 在各个经典经论里面 都有讲到佛性 虽然名称不同 但是意义 一样 像是呢 涅槃经中名为佛性 华言中 叫做法界 涅槃 圣曼经中说如来藏自性清静心 楞协经中名为巴士 这是出自大圣玄论 他说等等等等 像是大品经 大品波洛经叫做波洛法性 法华经呢 为一道一圣 首楞炎三昧经说这个首楞炎三昧是佛性 他说如是 等名都是佛性的义名 吉藏还认为 草木 以具佛性的理论 根据在于 诸法具足菩提 还有为事无外境 并援引不同系统的经典为证 构筑学说的地基 所以 极藏 我们这样说啊 赞兰大师 佛 佛性思想 无情有性的由来 在于极藏 极藏认为一切诸法无非是菩提 故一切诸法皆是佛性 极藏以 华炎经大吉经 大波涅凡经为金正 以 观物见性 一切诸法皆是菩提 与生造的 集物而真理论 从事物的现象层面 进一步推出 菩提在于一切法中 接着 极藏认为 佛性即是菩提 实相中道 则一切法亦具足佛性 而一切法 包括无情之物 这样看来 极藏以 中道佛性的 骗在性 包含有情无情 全解了 草木具有佛性的理论 实则 极藏既然是中道 为佛性 就此立场而言 则一切法 自然具有佛性 从此 亦可理解 极藏的无情有性说 是 因其佛性的 定义 正因佛性 等于中道 等于空性 所推出的必然结果 所以说 湛南大师 无情有性思想 的 起源 是在于 极藏 至于说 极藏还提出了很多 这个我们就跳过 所以我们就跳过 用念的好了 为事论云 为事无境界 明三合草木皆是 心想 心外无别法 此明 里内一切诸法 依正不恶 以依正不恶故 众生有佛性 则草木有佛性 依此意故 不但众生有佛性 草木亦有佛性 也 若物诸法平等 不见依正恶相 理时无有成不成相 无不成故 假言成佛 以此意故 若众生成佛时 一切草木亦得成佛 故今云 一切诸法皆如也 都是实如是 至于弥勒 亦如也 若弥勒得菩提 一切众生皆亦 应得 以此名以 众生弥勒亦如无恶故 若弥勒得菩提 一切众生皆亦 应得 众生既有草木亦 另外还有所谓法荣的无情何道 那无情何道 也就是说无情何乎道 那 法荣和 极藏 有熟职关系 所以说他的思想能够 相近 也不是没有原因 好这个法荣的部分我们就不说了 就只讲 极藏的部分 因为在讲太多讲不完啊 因为在讲太多讲不完啊 金刚匹 的内容重心和所破斥的对象 当时 禅 华言法相诸宗 民生背出各产中风 湛兰 凯兰 以忠心天台为己任 常对地址说 金之仁或荡于空或交友 这个我们在上周讲过 自并并他道用不振 将欲取证 舍与谁归 就是有一种 舍我其谁之感啊 好这个我们 上周讲过 那么 赞兰大师的思想重点 十不二门 原是 法华悬议 四千 第十四卷中的一节 赞兰在 四千当中 立色心内外修信的十种不二门 发挥本基十庙生子 后人以其学说 在天台教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所以特别露出 成为斯伯尔门 诸解到达五十余部 赞兰极力发挥质疑的忠意 然而有时 借助 大圣起信论 有时接近 显守家言 其独特的学说在于 无情有信论 在金刚匹 只观毅力中 他按照了 一正不二 色心一如的道理 说 佛性法界 不格 有情无情 一草一木 一立一成 皆有佛性 还有他应用了 起信论的真如 随缘不变来说 来证明无情有幸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啊 推论 甚至 决定 虽然赞兰大师运用了起信论 或是啊 这个他的思想似乎近于 华言宗 但是骨子里面他还是 天台中的基本理论充斥取其中 他并不是 华言宗 也不是三论 更不是禅宗也不是维世啊 也就是说 外在的包装 是其他的包装 但是里面呢 就是正统天台学 正统天台学啊 是这个意思 或是有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概念 啊 这个 怎么说 赞兰大师运用了 大圣起信论的 在金刚匹里面有 万法是真如 由不变故 真如是万法 由谁缘故 只信无情无佛信者 岂非万法无真如 所以万法之称 宁格于千层 真如之体 和专于彼我 事则 无有无泼 之水 未有不识之泼 在 湿渠间 与混成 为泼 自分于清酌 虽有清有酌 而一体无疏 重造 正造 一里 终无一彻 是这个意思啊 由金刚匹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引用了大圣起信论来讲述他无情有佛性的 的理论 湛兰大师努力的工作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对天台的基本理论 三大部都做了注解 并加以发挥 第二 使得圆龙三帝之说更加深刻化 他认为三帝不但相及 而且有双遮双噪统一意义 原来讲空偏重于遮 就去除的意思啊 遮止的意思 讲甲偏重于噪 中呢则遮噪具有 这就把肯定与否定分开 但湛兰大师认为 空与甲两者都有 否定 遮 有肯定噪 也非单纯的一种 也不是三者简单的联合 而是 双方都有遮罩 所以称为双遮双噪 另外一方面 他为了 对付贤贤手慈恩的缘起说 对于本宗原有的理论又加了补充 他采取的起信论中 不是不是如来藏原写的思想是说 部分的文句 所以他在 信句方面 就采用起信论的真如随缘 来解释一念三千 诸法 帧如随缘而现 当体即是十项 他就把不同的 几个概念 的与词 集合在一起 但是诠释的方式还是用天台学 除此之外 他直接批判 慈恩 弦守禅宗各家理论 慈恩中 窥姬曾做了 法华悬战 其中 有很多不同意天台中的地方 赞兰大师批判慈恩的重点 就放在了 法华500问论 他说提出了500处 错误加以职难 这是反对什么 窥姬大师的 学说 他写了一部书叫 法华500问论 反对弦守中 写了金刚匹 他金刚匹是印度医师 治疗演绎的工具 他介于讽刺 弦守中人 由于无名 看不清楚问题 需要用金刚匹刮字一下 在这部书中他特别提出无情之物也有佛性的主张 与弦守 只承认有情有佛性的说法相对立 反对 还有反对禅宗 对于禅宗呢 战兰大师认为 说 在止观毅力中 批判他们的禅法是暗证 什么是暗证啊 就是说 你说你开悟 你说你这个证悟 你说你测见诸法实相 或是说你呢 见到父母卫生前本来面目 根据是什么 你总不能说自己所有的自己算啊 那你的根据就必须 透过经论 透过经论 作为依据来证明啊 但是说 你当时的禅宗的惨法 到底有没有经论的依据吗 还是只是禅宗祖师 别初心才自己开发出来的 没有经论依据的 惨法 那如果是这样 没有经论依据的惨法 那不是与外道 没有什么不同吗 所以由于战兰的这份努力啊 抬高天台中的地位 使天台中一时有忠心之士 但是呢 吸收了起信论等的思想 有很多含混不清的地方 这个就必须透过 经论深入的研究才能分 分辨清楚 但是我跟诸位报告 唐朝啊 他这个 额 赞兰大师时期历经安始之乱 人才啊 文物啊 制度啊 都有一些损坏 接下来 唐朝的政治开始动荡 所以说这个研究佛教 也要研究当时的历史 开始出现了 翻证歌剧 也就是军阀歌剧啊 跟民国初年差不多 各个节度时 互相呢 各勇兵权 自立三头 另外 还有外患的欣喜 像 这个 平定 安始之乱 是郭子一样 借了 回合族 李克用 他们的 军队 所以这个 埋下这些 因素 军阀割据 翻证割据的 原因 好 这是一个 第2个 这个 党征的出现 牛李党征 牛生如汉李德裕 使得政治混乱 政治混乱 也会影响到佛教 一个国家这个 政策的推行 或是 下勤的上达 或者是呢 政策的推动执行 如果出现党征 这个对一个国家发展 非常不利 非常不利 会国力下降而衰落 当然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但是 意气之争 就会造成国力衰落下降 中国 佛教啊 在中国的佛教也会因为这样的政治 影响而 而衰落 应该是说中国的思想都会因为这样而衰落 党征 在历朝历代都有党征啊 我们知道历史上几个著名的党征像是什么东汉时期的党固之祸 唐朝的 牛李党征 北宋的新旧党征 南宋的 南宋的庆元党案 到明朝的东陵党征 这个都造成国家的这个内耗 衰落 好 除了党征之外 还有呢 唐武宗的灭佛 所以说天台中唐代天台中的这个什么 含混不清的思想 并不是只有对天台 点击或是经论点击研究不清楚造成 而且还有这么多因素 这么多因素的造成 到最后呢 击溃大唐帝国的 最后一击 最后一击啊 就是皇朝之乱 我们说皇朝杀人八百万 终于使大唐帝国 覆灭 朱温篡起 对不对 五代十国开始 梁唐进汉州 这时候天台点击就在这么多的 争论 斗争 战乱 在这些因素之下 善失不见 流落于什么 日本汉 高丽国 就是现在的韩国 五代十国 所以说讲到这个国家的政策推动 阻牢 国家政策推动 这是党争 那为什么会有党争 大家 私心自用 为政者私心自用 在野者私心自用 我没有影射什么哈 我只是说就历史上来说啊 这个多说一点 这像牛里党争 两个原本是良性竞争 后来就变义气之争 非牛派 只要是牛派所提出的 就是反对 只要是李派所提出的 也反对 这个就意气之争啊 理想的竞争是 我们各有政策各有立场 但是呢 并不是 意气之争 你讲的要是对 我们赞成 牛派如果讲的对 李派赞成 李派如果讲的对牛派赞成 这就良性竞争 虽然各有宗旨 这样国家才会进步啊 好这个 多说了一些 所以说战兰大师 虽然忠心了天台 但是 到了之后的 唐朝遇到了之后的几个因素 终于使得 天台中在唐代又衰落 甚至没落下去了 那天台三大步 五小步 善师 在中国没有 嗯 那么 我们还有一次 就是三次的这个 唐代天台学专论 目前 是4点59分 那我们下次 再把这个无情有心 加以说明 而且根据战兰 这本书啊 他里面有讲 在他目录的地方 有讲 这个 战兰大师 的无情有心论的 十大因素 十大因素 下周一给诸位介绍 好 刚好五点 那我们今天就 说到这 向下闻常赋予来日 好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下课 欢迎订阅